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十七世紀 經過國王查理二世大力支持賽馬運動 後來還將賽馬運動 命名為國王的運動 到了十八世紀 賽馬在歐洲更加成為 上流社會的主流運動 甚至到現在 在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打比大賽 都是當時發展出來的 十八世紀貴族的女性服裝 我們可以試用馬麗皇后做個比喻 另外在這個時期 有一個顏色方面的特色 就是他們很喜歡用一些很浪漫的顏色 你看到那套衣服 其實上面有很多雷士 還有一些花邊 碎花 花仔 這些都是當時他們很喜歡用來佈置的衣服 另外一方面 就算是很有錢的人也好 當時的年代物資很短缺 所以他們的衣服上面的布料 或者一些背色 都是穿當時才亂上去的 同樣是受到這個 當時在十八世紀有賽馬這個城市 當時的衣服 也都… 剛才我說的那件Riding Coat 因為由Y型開始 去到腳的時候 它沒有了 不像我們平時的外套 是平腳的 所以前面是多了出來 變成了一個好像方便了劇場的效果 十九世紀 當時賽馬的形式和規模 經已漸漸和現代的賽馬非常接近 就連現代的婦女銀袋菜 也都是由當時開始出現的 其實不只賽馬 我們今天常見的經典男士禮服設計 原來都是由十九世紀開始承認的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其實很多男士服裝的演變 已經在我們今天 差不多男士上所有的衣服 也都會見到 例如有見到些甚麼 第一就是 當我們去隆重猛宴的時候 踢死套 踢死套就是前短後長的 另外開始我們看到 就是真正正的西裝嶺 之前我們的外套依然都是高的嶺 現在就去到有嶺襯有嶺型 演變成我們今天 新見到的西裝外套 以及非常流行的 就是三件頭的套裝 有很多時候有很多貴族 或者是一些做商家 有時候他們都喜歡穿著三件頭 另外最大的特色就是一條高帽 那個高帽就成為了 一個非常經典的形象 就是一個紳士的形象 十九世紀後期 即是大概一百六幾年至一百八幾年之間 現在這一套衣服 就會是一些我們叫做Buzzle style Buzzle就是一個罩 罩型就好像之前那些裙架 只不過它的重點 就放在女士的臀部那裡 所以你看到它在旁邊看 就好像一個H型 H型的形狀 那它們的衣服 你看到前面的胸位 就是扣到布拉的領 扣到上去頸為止 由於是這樣 胸線方面又放鬆一點 女性的線條就會見得多一點 在這個時期 其實那些女性是很流行去戴假髮 或者把頭髮縮得很高 所以帽其實是一個裝飾的部分 戴帽就好像換衣服一樣 經常可以去變 又或者用的物料可以配上 自己的衣服的顏色和物料 賽馬這個活動 在以前來說是一些 上流社會的一個社交活動 所以在這個活動裡面 是見到很多美人和美衣服 那引申到現在 其實好像這個習俗都沒有變過 下一節回來 跟大家回顧最近一屆的 莎莎婦女銀袋日 看看有多精彩